去年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巴黎并参加巴士抵日庆祝活动期间 法国为他展示了盛大的烟火和阅兵游行 如今轮到美国总统铺下红地毯接待法国领导人了 两万元首这次用餐的地方不再是在绚丽的埃菲尔铁塔餐厅 而是另一处历史地标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 马克龙将受到21响礼炮的欢迎 还有机会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然而在盛大的排场和热闹的气氛之外 面对他的还有一些棘手的议题 川普去年来巴黎的时候那是快乐的开场 如今他们必须干时事了而这要难得多 伊朗贸易耶路撒冷气候变化 川普和马克龙两位总统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同 在川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 他没有被邀请参加去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 如果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这是因为很多人决定不轻易接受美国联邦政府退出巴黎协议的决定 不过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川普要与欧洲领导人联系 马克龙是他的中间人 人们认为他可以为其他的欧洲领导人解读川普的想法 而且为欧洲的事务据理力争 一些分析人是说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一次关键的检验 考察他这种走平衡的做法是否有效 如果他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他的立场过于靠近美国特别是川普 那可能会在法国国内造成反弹 特别是在川普总统会采取可能将有损于法国和欧洲利益的决定的时候 这对领导人似乎有些不般配 一位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一位是美国历史上当选之际年岁最大的总统 马克龙相信多边机制和联盟 而川普主张美国优先 马克龙是工作狂 而川普是推特狂 两人的那次握手也出了名 美国和欧洲之间也曾有过其他特殊关系 小布什与布莱尔 奥巴马和默克尔 而这一次有可能提升法国以及马克龙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让法国和美国真正凝聚到一起 而德国和英国却无法说服美国的 是这种军事合作 这种将军对将军的关系 在打击萨赫勒极端组织的战斗中 人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合作 在上星期联合空袭叙利亚疑似化五目标时 也出现了这种合作 但是川普谈到了希望美军撤出叙利亚 而马克龙则希望长期投入政治和平进程 法国和欧洲还担心华盛顿将撤回对他们的关税豁免 并退出伊朗核协议 如今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 马克龙和川普实际上有着重大分歧 也有人认为这两位领导人正在缩小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 也许他们还能缩小在其他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这让他们在分手之际 脸上能挂着跟去年7月时一样的微笑 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 巴黎报道